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石户是古石后用来捕鱼的天然屏障 苗栗县后龙镇早期留有清朝乾隆时代的石户 那么最多的时候有23座 但是呢,因为天灾以及年久石修 目前仅存两座石户 地方人士特别成立协会抢修 还有空拍达人用影像来记录石户的身影 鸟看石户两条长长的石墙围成一个圆 这是古石渔民用来捕鱼的设施 已经有200多年历史 空拍达人许廷章夫妇 为了保存石户的影像 特别用空拍器记录了两座石户的身影 当平视角在看的时候 其实是看不太出来它完整的形状 可是当我们一飞上去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渔民园很有趣 他们就排出了星星被让太阳这种图腾 我们上去看的时候也很惊喜 就是要保留这个记录 因为这随时可能会被冲走 然后希望把它用空拍的影像把它记录起来 早期外埔渔港到中港西南测研案 绵延十多公里的海岸线 至少有23座的石户 因为捕鱼方式改变 如今仅存荷欢石户与母奶石户 两座石户都因为年久失修 期待修复 不做不行 已经二十三座剩下这两座 而且仙人的智慧跟汗水都不是假的 而且以我们对文物的了解 说真的是很必要保存的 如果没有的话 你不用心不用一年就全部都没有了 在许里长的推动下 从去年九月开始整修石户 将近一年的时间 花费五十万元 动用了四百多名人次 采用人力班时传统堆叠的方式 让石户完整重现 堆法就是以三角为原则 然后头大小的头 要有分别大的在外面 不管是你给来给我 大条的都在头 大条都在外面 还堆叠一定要用四十五度角 当地人有一句话 拥有十五天的石户 胜过一甲农地 显现当时石户里头 鱼量相当丰富 如今环境的污染 加上捕鱼技术的改变 石户的功能越来越低 台风来 皮瓜 打了人家不要了 因为现在都有那个遗传 用那个比较快 用那个抓比较快 尽管捕鱼方式已经改变 石户是见证历史的活骨鸡 当地人觉得不能让它消失 一方人士还成立协会 并传承修获的方法 给下一代子孙 希望子孙们能延续保存的责任 让石户世世代代保留下来 民事新闻邱君超 苗栗报道